然後話風一轉就會說 燕麗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妳 妳想不想妳會當我們的固定來賓 然後燕麗當然會說 有這個機會嗎 什麼...的 她就說 那我問妳 妳有沒有聽到圈內誰在講我 就是妳有沒有聽到什麼 我不好的事情 對 我不好的事情 因為我知道現在週刊都有在跟 然後我也知道誰誰誰 她說妳朋友裡面妳有沒有聽到 因為妳前面已經先跟她聊一些 她已經給妳一些建議 今天上節目 對... 然後妳可能就會說 有 我有聽到 她說妳跟我講 講名字 她說妳跟我講一個名字就好了 然後如果妳 那她就是跟妳講說 那是東廠的做法嗎 對 她就是當天錄完影下節目 她就會問每一個來賓 然後她就是會跟妳講說 如果妳跟我講一個名字就好 她說我也不會怎麼樣 但是妳要讓我心裡有一個底 我不想要就是對那些人 他們如果都在背後講我 我也想 我也要跟他們保持距離 妳也幫幫我這樣子 既然我現在是主持人 有錢大家賺 那妳也可以來當固定來賓 因為我覺得妳也很有效果 如果你不跟她講名字的話 她就會說 所以你們聚會的時候 妳也是在講我對不對 她就會這樣子 然後那個來賓 妳就會發覺 她後來也沒有去上過那個節目 但我們後來是沒有拍到 她跟那個男主持人 有任何的就是同進同出 或是什麼關係 但是其實圈內很多人就會覺得 這個女主持人 大家本來只是覺得妳很幸運 那搞到最後 大家也都覺得說 妳好像真的有什麼一樣 我害死妳的這樣 對 自己的不安全感 害死自己 那這種缺乏安全感的主管 那是一種人格特質 當然如果今天有一個 更高的主管或妳的同事 告訴妳 公高正主的時候 妳就特別要注意到 也就是說這個主管其實她對妳 已經有的能力跟妳的表現 才華已經有相當的一個季度了 像我以前在當記者的時候 我一共被講過三次公高正主 結果好時不時的 那三個傢伙 我們全部都是屬於 沒有安全感的傢伙 那碰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妳日子會很難過 為什麼 因為她會想 這種主管她會想盡辦法去 把是說成非 把黑的 把白的說成黑的 然後即使妳沒有去 她都會告訴妳 妳去了 即使她要妳去 她會跟妳講說妳沒去 碰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妳只能做一種方法 我的個人經驗就是 妳要去保持出 還要持續保持 妳在這個團隊的工作績效 另外一方面的時候 妳必須要去再找一個 旁邊的主管 就跟她等量的一個主管 或者是上面的高一級的主管 作為妳的一個副意 就是說妳萬一要是 有什麼誤解的時候 妳可以馬上立即 獲得上面的一些溝通 像我就曾經被害過一次 好幾次這樣子 通常很多朋友會認為說 如果碰到像這樣子的一個 嫉妒性這麼強的主管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掛罐求去 如果你真的覺得受不了 那當然OK 但是我會比較介意妳 妳就跟她刻下去吧 烏龜比命長 妳會發覺到 這種主管她的無能 跟她的嫉妒小氣 量小的這樣的特性 會被主管發現到 終有一天的時候 她就會就下來了 所以千萬不要放棄 沒錯 你真的命很長 我一次買一隻烏龜 我問那個 這也沒聊 差不多結尾了 我把這隻講完 你買的是鹿烏龜還是發心 你負責的傷心事 我的烏龜死了 我買了一隻烏龜 然後我問烏龜店的老闆說 這個烏龜能活多久 他說 神兄 養得好的話 他還可以送你走了 永遠 對 長壽的像這個 你的烏龜怎麼了 我的龜龜走了 我出國回來他走了 這樣烏龜多久 也十來年了 那算短命的 今天聽了這麼多 直撒旺的故事 祝我觀眾朋友 工作順利 生活愉快 謝謝四位來賓 精采的分享 謝謝